迪丽热巴差点摔倒也不想拎箱子 理由心酸,粉丝霸道喊话直接扔 而在欣赏热巴开心漫游的画面时 大家也会时不时地要抹一把泪水 有的是因为触景生情,有的则是心疼爱豆 在这个度假胜地中 迪同学应当和其他普通游客一样和心爱的共同沐浴这一国的阳光 感受不一般的甜蜜光景 而不是心酸到拍游客照还得靠自己定时感尝 更惊人的是,呈现出来的效果竟然和他拍的一样 这般技术,大概只有资深单身人士才能做到吧 一个人的欢乐也是欢乐,但在别人看来却显得很孤独 尤其是当你拎着沉甸甸的行李箱下台阶的时候 又重又大的行李箱让人崩溃到枯 即使热巴的力气很大,却也招架不注重打几十公斤的行李 何况台阶环那么陡峭,就更加吃力了 看着迪同学拖着行李箱举步为肩还差点重心不稳要摔倒 粉丝忍不住想笑 同时也疑惑他为什么不拎一会儿 而热巴好似感受到了大家的疑惑一般 为不拎箱子的行为给出了原因 但因为我上一次拎完,我腰伤了之后 我就打算自暴自弃了 给出的解释令人心疼不已 原来热巴没办法再任性地拎虫箱,毕竟要为身体考虑 在腰伤和行李箱拖坏的两个结果中 他毅然地选择了后者 能意识到这一点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 比起行李,大家当然要更考虑爱斗的身体 有的爱丽丝们甚至霸道地喊话热巴直接扔箱子 干脆连拖的力气都省下 舒适才是最重要的 是单身狗又如何,没人帮忙拎有能怎样 办法总是会有的,只是好与坏的差别 但最后只要开心就好 其他外在条件可以忽略不计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光中 我们会陆续看到热巴在希腊漫游时的各种趣事 爱丽丝们千万不要错过上线时间 陪着迪同学一起畅游好地方 共同吃狗粮也是可以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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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了很高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